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涡轮增压器,增压器增压控制B模块性能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OBDR车辆。 其中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雪佛兰、Chevrolet、GMC、Diramax、道奇、拉姆、Commins、500、福特、Voxel、大众汽车等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而异,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 涡轮增压器、增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任何其他强制进气Fi系统都利用发动机产生的能量, 例如排气脉冲、皮带驱动的裸杆式等来增加可引入的空气量。 燃烧式提高容积效率。 考虑到以下事实,在强制进气系统中,进气压力需要变化,并且需要根据操作员的多种动力需求进行调整。 制造商使用一种形式的增压控制法,AKA,废气门、增压控制电磁法等, 该形式由ECM发动机控制模块进行监视和控制,以确保空气、燃料混合物的化学剂量比。 理想,它是通过机械的调节充电器中的叶片来实现的。 这些叶片负责调节枪式的增压量、进气压力。 可以想象,升压控制组件中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驾驶性能问题。 问题是,当ECM失去对升压的控制时,通常情况下,您的车辆会进入滑行模式, 以避免发动机损坏,通过超载,不足的情况导致可能损坏的浓空燃比混合器。 就字母B而言,这可能是区分连接器、电线、电路组等。 也就是说,制造商的规格是为此目的可能拥有的最佳资源。 当ECM检测到增压控制系统中的故障时, 它将用P00B0和相关代码点亮检查引擎灯。 Cell。当ECM发动机控制模块检测到必升压控制模块运行异常,超出正常范围时,激活P00B0DTC。 涡轮增压器和相关组件,此故障诊断代码的严重性如何? 严重性设置为中高。 当强制进气系统出现问题时,您就有改变空燃比的风险。 我认为,如果不注意或不注意,会严重损坏发动机。 您不仅冒着损坏内部发动机组件的风险, 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获得可怕的燃油里程, 因此,维修强制进气系统内的任何故障都符合您的最大利益。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0B0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低、不稳定核,或异常功率水平总体可驾驶性下降油门响应降低上坡驾驶困难车辆进入翻滚模式, 即,故障安全、间歇性驾驶症状是什么? 代码的原因,此P00B0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增压控制电磁阀损坏或损坏, 例如,杠杆卡住、折断、弯曲等。 腐蚀导致高电阻,例如,连接器、插针、接地等。 接线问题,例如,磨损、断开、ECM、发动机控制模块、 内部问题充电器叶片上的烟嗖过多,导致停滞的高、低、不正确增压水平。 增压控制模块问题排气泄漏P00B0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 基本步骤Number一要记住的重要注意事项是, 如果没有保护措施和,或发动机凉爽, 强制感应系统会产生危险的热量,并会严重灼伤皮肤。 也就是说,在视觉上找到增压控制螺线管。 通常,它们直接安装到充电器本身,而不是一直安装。 找到后,请确保其机械功能符合标准。 这势在必行,因为毕竟它可以机械地控制您的充电器并提高压力。 如果您可以手动将操纵杆从螺线管移动到充电器外壳, 则是一个好兆头。但是请记住,在某些系统中,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基本步骤2 我有时看到,这些螺线管具有可调杠杆,有助于找到最佳位置。 当然,制造商之间的差异很大,因此请首先进行研究。 注意,在此境可能做到非侵入性。 您不希望损坏充电器组件,因为它们往往很昂贵。 基本步骤3根据您的特定设置,可以将模块直接安装到Boost空间上。 说说大会。如果是这样,请确保没有进水的迹象。 任何腐蚀、进水、损坏的迹象,以及组件,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仅仅是模块,都将很可能需要更换。 基本步骤4请密切注意声压控制螺线管的线数。 这些被传送到非常接近有害热量的位置。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存在热损坏,这将在故障排除步骤的早期很明显。 请明白